我就知道我反正是生病了嘛 我就去了一个日本料理店 点了好多的吃的 就看着一口都吃不下去 特别饿 我就知道我要死了 因为我的食欲一直是特别好的 真的人生第一次看见饭 咽不下去 你那时候就一个声音就告诉你要死了 但同时你也能够明确地意识到自己 还有特别强的求生的欲望 对 你像我今年四月份左右 一下子病情就恶化了 就开始换药啊 重新再做治疗方案 结果完了之后 我就那时候就觉得有一天晚上我跟你说 我就觉得 我这恶化我要死了 那时候特别恐怖 特别恐怖 就浑身都抖的那种的 就觉得 我突然就想到张爱玲了 你知道吧 张爱玲就是一个人死了 完了之后 七天以后才发现 我觉得大家都在可怜 就当时我也心疼 就是怎么七天才被人发现 七天一点不可怕 可怕的就是 她在那一瞬间走的时候 她我不知道她怎么面对的 我当时就看着那个房顶那么黑 这是我人生第一次害怕 太挣扎了 那个过程 那过程可能会被无限的放大 我跟你讲 对 就哪怕那几秒你都受不了 特别害怕 浑身都是冰凉的 浑身都是颤抖的 我疼我就坐起来了 我说是死是活 明天再说吧 我就跑到客厅上去坐 把灯全打开 然后我就开开电视 放着音乐 自己哭一场 就完了 然后就过去了 天亮了就感觉 好像又是一天了 就好很多 所以从那以后我就在考虑 就是死亡这个问题 以前真的没有考虑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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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